高雄教联会的一个伙伴 早期我们同在高雄教联会 那现在是我们慈大的副教授 小军副教授 那今天他要跟我们讲的是 人文与正向的教育 摩克师的一个经验谈 那这样的一个文字同样的 我说小军你就自己写吧 所以文字他写的 那每边的部分是我们台南的遗城 所以他收到这个文宣的时候 他们都说 哇这个文宣做的好有特色哦 他们也在问说这个文宣是谁 还去加了我们呢 台南遗城的一个赖好友 就相互观摩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词道 在2016年已经有一点久了 但是这个很重要 连度的繁星招生 子系大学从第一类群到第七类群 都已经招满 校园的人文风气 以及词诚意的爸妈的辅导制度 是学校最大的特色 请做笔记 慈激大学学生把握时间 从来自各行各业 辞成义德爸妈的讲课中 重新认识自己 找到职业规划 听到妈妈 Early第一天讲 这句话说我们要做自己 然后让我有很深刻的反思说 对我是应该要再多让我自己 内心的声音出来 这是我这两次Early下来所不一样的感受 我现在是化妆公司的总经理 好大家画面上看 你看看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迟大有这样子 为我们的孩子就业职场以后 我们的迟德 迟迟会里面有很多专业人士来 在这样的一个激荡过程当中 他们就知道自己在沟通表达 在自我展现上 在自信心上 在仪态 在谈吐上面 他还要再加强什么 所以您看看是不是非常棒 就读慈大有这么多的利多 我们的慈一位 可以在他们要出校园的同时 给他们这样模拟的 甚至就是面次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 0403地震的时候 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慈大的孩子 主动出发 当他觉得自己平安的时候 他们赶快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但是这样的一个协助 让很多人得到了安心 但是我们要来关心一下 我们慈大的教授们到底有没有受损 我们往下看喔 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去帮忙协助的 老师安护啊 地震把校园内的橱柜震得东倒西歪 老师要走进研究室都不容易 很惨 这柜子两层变一层啊 这只要是门板玻璃过了 那个柜子叠下来 然后光辉院长也曾经上线分享过 您看看真的很不容易的确 不过我们的孩子就主动出击来协助老师 协助我们的乡亲 那在这边呢 今天我们摩克式经验坛要讲的是天空学院 对于慈大的天空学院 大家能够知道多少 我们多少透过大爱的新闻的一个画面 来稍微了解 你看这是一个偏乡的学校 可是这些学校的教养 当然没办法靠老师而已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慈大的天空学院 其实也给了非常多的一个帮助 那除了这个帮助之外 还有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没办法全部看完啦 但是我们看一些 就可以稍微了解我们慈禁天空学院 然后再加上小军副教授的一个解说 我们今天会有更完整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逝去的孩子可能资源比较充足 那可能课后还会有一些社团活动 可以像小孩他们课后 他其实是没有这些的 你跟他讲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不懂 但是他们就会一直问 他们很有那个好奇心 线上当中 而且是用一对一的方式 跟学生有些互动 所以他创造了很多的情感的连结 也让我们的大学生 他的专业的发挥之外 也能够真正的是 关怀性的一个实践 可不是说老妈妈题是良大的册 数位学败模式也运用在土耳其 鬘纳海国际学校 去年暑假 十九位 半学 志工跟当地学生 相机嬸 实地加仿协助方放 学生拓展国际关怀 尽苦支付 好来了 天空学院 我有问题 为什么健康检查 都是要一大早的时候空腹检查呢 简单易懂的生活问题 教授化身现代科难的趣味教学 民众也可以从线上学习 查到或是人文的正向教育 启发自我内心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 自我的正向教育之后 它也比较容易去善解 跟别人之间的一些互动的冲突 2015年慈禧大学成立 天空学院规划超过30门课程 截至2023年底 休克9万人 课程浏览人次达50万 突破了地域时空限制 拔开电脑就能学习 死大爱跟善的关怀 也无远佛界继续往外拓展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好 有没有觉得 哇 更加有了解 可以随时上线我们的天空学院 我们透过通关蜜语到花莲遇见 我们的林小军副教授一起来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嗨 小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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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心开心 各位现场还有云端的菩萨们 亲爱的慈禁家人 大家好 好 非常赞叹 我们的团队太坚强了 感恩感恩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因为时间也很有限 谢谢校长师给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任务 但我觉得也是代表了我们职业大学 特别是今天天空学院的这样一个平台 来跟大家做一个相见欢 那魔课诗是什么意思呢 魔课诗从我们台湾翻的字样 魔课诗是一时它的原文 MOOC是指一个名词 专有名词 它是指一个大规模的线上开放课程 这个因为这个魔并没有写错字 就是这个魔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课程的 从出发新一直到最后制作完成 其实非常的魔练人的心智 那我想短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 接受天空学院的邀请 开始筹备了这样的一个 人文以正向教育的课程 那基本上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 从脚本到录制 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剪辑 团队然后到线上平台的运营 那其实我的最初发心 是希望把人文教育 还有国际正向心理学的知识 从校内的正规课程 向外来推展到社会大众 那我们持续到现在四年的营运 中间还跨越了三年的疫情 我们超过了十个T次以上 累计海外学院也有1700人次以上 那其中结合实际人文的特色 就这里面有结合一部分我的研究 就是把晋诗语这个经典教化 去跟西方正向教育 特别是感恩心理学做了一个结合 那这个是我们TCU Sky 就是大家可以在他可以找到他的FB 还有IG 那这个扫描是我们持大天空学院的网页 然后这个欢迎大家随时都上来浏览 那这个是开放给社会大众 全球的所有的有想要学习 透过我们这个线上课程来学习的所有社会人士都可以 也没有年龄的限制 那包含了六大类有科技 人文医学环保语言教育 这几个类别 然后呢 它的方便性是所有的行动学习的装置 包括桌机笔电平板行动的所有的这些装置都可以适用 所以非常的方便 手机也可以 好 那当时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 校内就有一次的标案课程评选 那这个是我是推出了一年之后 那真正的我们获奖 这门课获奖呢 是在 这是在2023年 2023年的话 我们得到了一个全国的开放教育的优选课程奖 所以这是非常荣幸 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个制作团队 其实都非常的欣慰 因为人文的课程能够获奖 是算是非常的少数 现在还是一般的理工科比较多 那我们写的讲这么多 其实就要麻烦现场 帮我先播一下 我们团队制作了一个两分钟的简介影片 来介绍课程 天工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慈祭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老师林小军 面临21世纪 这个充满着更多的巨变 不可抗力 生活压力 人际冲突等等 考验着生命的这个时代 世界越不安 心越要学习 定 从小时候到长大成人 大家接受了许多的教育 学习很多的知识 但大多只求升学和升职 常常没有时间好好静下来 沉淀一下 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 信念和价值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逐渐承担了许多家庭 和社会的角色与责任 忙碌中常常忽略了幸福人生 这项终生学习的重要功课哦 天工学院推出 人为与正向教育这门线上课程 主要目的是引导成人阶段的 自我教育和生命教育 透过叙事对话书写静心 反省与实践的学习法 理解自己过去 现在未来的角色与生命意义 自我内在的整合与心理的平衡 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的互动品质 以及幸福的感受 国际正向心理学 目前已迈向第二波的演进 此课程将更重视生命意义 与面对内在黑暗面的勇气 以及逆境中的慈悲超越与转化成长 欢迎大学生 及社会人士 家长 老师 教育工作者等等 对于自我教育 正向教育 有兴趣的学员 一起加入探索学习 建构属于自己的幸福方程式 迈向自己与外在调和的幸福人生之路 期待孔中相见哦 得奖 好的 感恩 谢谢 那这个简介影片就是我们放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上 让想选课的学员们可以先观看他的简介介绍 那这里 这次得奖其实是我们天空学院的第四次的得奖 就前面也有三位老师已经也要获奖 那这门课因为是人文取向的 所以我们会回到以人为本为中心 那里面有六大单元 基本上我有三十六段短影音 大约我们会剪辑成十到十二分钟 有三十六段六大单元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幸福感 还有正向心理 还有正念 还有华人文化与心理 以及很重要的就是词迹人文 是占其中的六分之一 那这个内容来讲的话 就是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我们引导书写 跟对话的一些讨论跟议题 然后老师也会在另外开时间 让跟大家做同步的 有这个同步交流的机会 所以基本上透过有系统的引导自我觉察 特别是觉察我们的惯性 就是自我的惯性 思维的惯性 或是人际间的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惯性 然后让我们可能有调整自己的机会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自我对话 跟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小课题 然后用来增进我们的生命意义 跟的了解 还有就是强化的人际互动 那最主要我们的知识的依据 是来自于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刚刚简介有提到的 第二波的正向心理学 以及很重要的是 佛教心理学的一部分的文献跟论述 那最主要第二波正向心理学 跟第一波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把苦难 把受苦的这样的经验 我们的苦受经验要放进来 这跟我们的佛教的心理学 其实是能够贴近的 我们都从苦难来成长 所以苦难跟快乐跟幸福 它不是对立的 它是相互依存的 两个互为影响的一个因素 怎么说呢 因为在文献当中 过去的心理学研究 就有提到过一个叫做 创伤后成长 Post Traumatic Growth 就是PTG创伤后成长 在研究当中我们会发现说 当我们学会与悲伤共苦 然后在逆境当中奋斗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最后能获得一个成长 然后也要小心 不要落入强迫正向思考 这个其实就是他在 我们在第二波里面 要去完整化 第一波还没有看到的部分 所以他里面还包含了 西方的像是存在主义 存在心理学 他其实对我们人的 比较是黑暗的那一面 或者比较是 真正就是内在的心理的苦 或外在的苦受 他都有得到了一些正向的疏解 那其实今天的时间 因为有我的时间 所以我想要在这里跟分享 这一部分没有放在影片当中 但是我透过一些对外的演讲 我都有提到的就是 我用禁思语来证明 西方心理学 怎么来证明禁思语 这个是我蛮有 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那像这句禁思语 叫人心健康 社会就健康 社会健康 家家就幸福 我们看到人心有社会有家 他彼此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从文献当中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西方文献里面 有看到了四大象限 就把我们分成个体跟集体 这两大类上半部下半部 那我们个体分成我们的心理跟身体 那我们的集体呢 有包含了文化跟社会 但是呢 这个学者Lomas呢 他在 抱歉我们这边好像有整胸 他在这个四大象限当中 画了五个层次的同心圆 他提到了这个LIFE模式呢 我们一层一层一层的来看 那我试着把它这个层次展开 以后我们看到这五个层次 从个体我们的心理念 包括你看我感知到情绪 最后呢 我们的意识更深的是 我们更高层的 叫我的觉察 那包括我的身体 从神经网络 一直到我们整体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大脑 可是呢 我们也面对到集体的 这个文化跟社会 最主要的整体就是生态系统 但这个彼此之间的环环相扣 因为他表达用同心圆 就表示说 他是一层一层一层 每一层都会相互紧扣跟影响 例如说 微系统第一层 就是谈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学校 或者我们的同侪团体 就像我们的读书会这样 那中系统就是家 还有学校之间 那么外系统就是 例如我们的职业工作的场所等等 而聚系统就是我们出去面临到的 整个的社区社会 还有我们的政治文化环境 但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整体的生态系统 但关键就是要表达的是环环相扣而相互影响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句禁思语是不是非常的符合社会科学的印证呢 因为人心健康社会就健康 社会健康家家才会幸福 所以整体的幸福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心理健康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教育研究所里面 我们着重的是都是在心理健康的提升的层次上 所以目前我们教育研究所还有师资培育中心 我们都在我们的和副校党的引导之下 我们都大力的去跟国际接轨 就是在于这个议题叫SEL 社会情绪学习 那如果现场有一些老师们 你们也可以在这边多做一些关注 那这个SEL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学会 那这个目前在美国的许多的州呢 都已经开始把SEL纳入在中小学的教育里面 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议题之一 那在SEL的原始概念里面 它强调了五大核心观念 就是一定要从自我觉察开始 然后呢再从自我管理一直扩称到社交 跟人际之间的 然后最后是学会负责任的做决策 所以它很适合老师去在这个面向上 去开展适合的教案 甚至是融入在教学里面 那这个部分我们正好台湾呢 这几年都在起步当中 那我们目前 辞大还有跟台师大 社会情绪学习中心 我们都在合复的代理下 我们都有一个结盟的关系 所以有相关的一些研习研讨会 都可以欢迎大家参加 那其实里面的第一关呢 光这个部分自我觉察能力呢 在老师的面向上或家长的面向上 就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的活动跟功课 特别是平常要懂得跟孩子去聊他的情绪 愿意去把情绪感受谈出来 也要去接纳他 还有呢要引导 尽可能引导书写自己的感情绪跟感受 所以书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跟功课 待会也会跟大家再分享 所以在这里面还有包括自我能够去平衡之后呢 才能够慢慢的从威律的生活 健康饮食做好自我管理 我想现在父母亲都希望孩子都是健康长大 平安长大 但是常常会忽略掉那个最细微的部分 原来就是他才平常的生活 作息还有他对自我的理解 那大学生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他在夹带高中之前 他因为学业的关系 他没有被受到肯定跟尊重 所以到他大学的时候会很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引导孩子 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去书写出来 但他要有勇气再往前迈进 然后接纳自己在当中的感受 这样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学生 再重新实惠对自己的信心 这样子他才可以延伸到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就是我跟别人 跟同学同侪或跟长辈之间 各个人际之间的关系 他才能够平衡健康的发展 特别是同理心 那这就是我们在人文教育里面非常侧重的 所以SEO跟我们词大的人文教育 其实是可以契合在一起的 然后呢 我们在今天的有限时间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练习 一个练习是自我觉察 我们可以从很简单的观察自己的呼吸开始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路上搜寻正念两个字 那正念两个字呢 其实他很多的这个老师都会教我们 其实就从身体的觉察开始 就觉察自己的呼吸能够放慢深层的呼吸 因为平常都很紧张很急 所以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呼吸 能够平衡我们大脑的这个前额叶的理智 冷静跟理智其实是在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的功能 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 或者是太焦虑或者是心神不定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或者是对方激怒我的时候 我们很多孩子都被激怒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去平衡自己 那个在EQ之父丹尼尔高曼有讲过 他叫做大脑性能核绑架 这个是大脑曾经科学里面证明的 当我们性能核很大的时候 是一个生物的本能 因为我们想要保护自己 所以你可能会很冲动的去攻击别人 或者是你会直接逃走 或者是你可能当下就愣在那个地方 这是我们生物体本来的功能 但我们人是透过教育可以学习可以训练 所以我们要练习自己发挥理智跟冷静的功能 所以其实平常用正念的呼吸 就可以让我们的前额叶的功能会好好的开展 动静皆可以 也可以在散步当中去觉察呼吸 觉察你的走路 其实养成觉察自我情绪的好习惯 所以这边的情绪也包含了正向跟负向 不是只有正向情绪才是对的 那没有对错 我们的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但一旦我有觉察的时候 这个就有被认可 这个情绪被认可的时候 它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的会焦虑表示我会紧张 表示我是用对这件事很在意 但是适当就好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很多的教学当中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课程跟练习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觉察在有些 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懂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觉察到底是什么 用什么比喻来让你们理解呢 所以我们就觉得 有听过有些心理师就讲说 那就是你心中有一台空拍机 把它升起来 空拍机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如果没有空拍机升起来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跟我周围的环境 跟我跟对方的姿态 我可以看到整体而不是只有我肉眼看出去的这个局限 所以我用了我们这个玉佛大典的空拍机的这个功能 这个画面来跟大家做比喻 我想试试看大家在闭着眼睛在正念觉察的时候 在呼吸当中是不是同样心中有一台自己的内在空拍机来看自己 但是在觉察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提醒同学 对觉察过程当中其实要到抱着自我慈悲的态度 那自我慈悲在西方的这个研究里面也有很多的文献 他其实自我慈悲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到这些痛苦或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保持的一种不要平断仁慈接纳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可是有些人说慈悲对自己慈悲是不是就是放任自己 其实并不是 因为呢慈悲其实跟觉察两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我们在觉察过程当中带有一个慈悲 是让我们自己内在可以很平安很安全的 没有恐惧的去发现自我 那么在很多的研究当中也提到自我慈悲是跟幸福感 跟我们的复原力跟心理健康是有极佳的预测 就是有正相关的跟我们的生活满意度有相关 所以慈悲也就是我们慈悲洗手 我们的事无量心里面就谈到 但是我们对人慈悲常常忘记也要对自己慈悲 自我慈悲在做自我攻克 自我觉察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作为保护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在后面再谈一下 为什么AI科技时代要特别侧重人文力呢 我这边谈两个来源 资料来源 亲子天下曾经也报道过 全球的STEM教育都谈科学了 工程速学 但他们现在学者谈到要加一个A进来 那个A就是art 可是专家解释说art不是只有指艺术 它指的是人文素养 而是情感能力的养成 所以其实在教室在家庭都可以开展这样情感的美感教育 让唤醒孩子内在的情感能力 把科技渗透到我们每个角落的时候 反而更要让孩子学得更像一个人 所谓学会做一个人 那人脑拼电脑为什么赢在人文素养呢 这个是国内很知名的洪南教授 他有好多好多对于脑科学跟教育的书 他在天下杂志2017年就有发表这一篇文章 主要就是提到说人脑拼机器的这个时代 其实人文才是赢的关键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强化更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 来保障他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人的情感 我们人的思考力 其实还是机器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的 那在台大特定教授黄俊杰教授 也曾经在国内发表了通事教育 对于台湾经验的探讨的时候 他提到21世纪的人文教育重建方向 有四大类型 包括前两类生态环保永续 包括伦理公民教育 是自然跟社会科学 但我们这门课人文以正向教育 是侧重它的第三类跟第四类 就是生命教育 包括自我跟人际 还有经典教育 就是我们华人的如是道思想 还有我们的宗教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心理层面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可以在回应的 这个方向上 我们的方向是没有偏 而且是非常的正确的 那除了刚刚的正面呼吸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入门的功课 这个功课叫做书写感恩日记 我也在那个跟 我们有机会跟慈神毅的爸爸妈妈分享的时候 我也鼓励他们来跟孩子 一起来写感恩日记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提呢 我虽然在课程里面来应用 一部分是来自于文献 有提到了感恩之旅 感恩日记 很多感恩日记部 好多好多西方都已经开始在做 然后想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有形化的功课 然后在几年下来呢 我们如果大学生在课程有参与的都会回馈给我 最喜欢的功课作业是什么 摆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有四成的比例都会选择想要书写感恩日记 然后我们的功课是希望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至少三天五天 一个星期或者是两个星期持续每天 可能自定格式自己睡前的仪式里面 谢谢三个人事物 然后持续其实最好一周 那我们很多学生都觉得写完一周以后还不过瘾 还要再持续的写下去 他们觉得在里面 发现了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好的正向习惯的时候 可以取代他的负面的惯性 比如说他睡前都很容易焦虑 睡不着 类似这些的不好的惯性 他透过一个正向的习惯 他在里面呢 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 也可以接纳自己的感受 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然后呢对别人的感谢也表达出来 所以也鼓励大家从进入每个小小的幸福开始 大手先小手一起来写感恩日记 就是也欢迎老师们也可以善用你们的联络簿 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 所以我在这边有做了两个QR Code 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扫下来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关于静思语的第六大单元 我结了两个段落 大概个十分钟左右 里面就会我们浓缩 我们浓缩 加上刚刚的一些影片的动画 然后大家去理解 包括静思语中的幸福论 我们从西方的幸福的研究 从静思语去紧扣它 看看我们静思语里面在幸福论里面 能够是回应到多少 然后再来就是幸福感的辨证观点 这辨证观是什么呢 辨证不是要去辩论 这个辨证就是我们走到正向 正反和这三个阶段 我们正面的还有负面的负向的思考 但是我们会整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在幸福的探寻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要接纳自己所有的负面 包括我的苦 苦难的苦受 我身体的苦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正向的意义来去理解它 所以它的存在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 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来说都有它的重要的意涵 所以在这里面呢 也跟大家可以做这两个单元的一个试听 好那最后就是这是我们的天后学院的网页 进来你会看到这个e-learning 然后有些类别 然后上面有个全站搜寻的这个部分 可以搜寻老师的名字 也可以搜寻课程 那目前呢 我们就是预计是2025年3月 2月吧开学 最半三月就会有一个新的 我的人文真相教会有个新的全新的上线 大概可以3月开到6月 这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这个天后学院的平台用Google 学生的话我们鼓励Google账号登入 社会人士也一样 然后也可以另外再注册 线上注册它是免费的 然后呢我们的学习课程结束之后 完成的时候呢 取得证书 好像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证书费 那大部分的课程其实都是免费 跟大家结试案员的 欢迎大家空中相见 感恩大家 谢谢 哇非常感恩小金教授 请您收下您的简报 同时呢美美的笑在那边 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一直笑在那边 所以您就可以发现了 因为线上的一个关系 慈济大学的这个天空学院 那么小薰副教授也要常常上线去做这样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即便呢 他其实是面对着电脑 他也看不到主场的家人 看不到线上的家人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脸上的笑容 还有呢讲话的那个态度 就感觉到前面有百人万人以上 像在开演唱会一样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款在所有听者 所以呢就听起来的话就觉得 哇非常的流畅 有没有被吸引到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我们的高雄主场美云就说 慈济天空学院宛如哈利波特的学院 真的是棒棒棒 所以我们也真的要非常感恩就是 刚好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世代 而且呢其实是疫情以后呢 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思维想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 然后呢不停止自己的一个学习 甚或自己有一些能量 或者一些才能的时候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展现 那慈济天空大学的天空学院 你就可以看到 刚才呢副教授跟我们讲的那些 即便呢其实是极短时间 并没有很久的时间在这个地方 一共几年了 小军 这个慈济大学的天空学院 几年了 成立几年了 我应该 我看一下有七八年有了 七八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比我们疫情的时候 还早的时间点就已经成立了 对对对对 没错 对而且它其实是非常多的面向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去谈到的 就是除了获奖之外 然后有让我们知道 那个摩克斯如果 我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 说真的 我也会觉得 怎么是用这个摩字 那我知道不会是错字 应该有它的想法 所以呢 确认了是那个摩字没错 然后这中间有需要很多的摩念 摩核 还有呢 是不是会有摩擦 我不知道 这交叉之间会不会 不过我们从这边 这个简报里面 2020年初初了 就开始这样子摩克斯的天空学院 那持续四年营运资金已经超过了10T字 累积海内外学院是1700人 那同时刚才好像有一个 一开始的一个上线 刚开始的一个好像是有90万人次 是不是 我刚才稍微有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目字 总之我们要让更多更多的一个家人 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加拿大一个管心 他说科技来自人性 从AI到AI 从中间的过程就是人文的教养 从精师到人师 再到良师 需要教育工作者教学相长 与时俱进终身学习 强化自我的心理素质 提升教育品质的一个效能 经验及良师 感恩口条流畅 学养深厚热忱阳光的小军副教授 满满正能量正能量的分享 真的让人家获益为浅 你看看我们的小军教授 听到这样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祝福 一定是心里就是很开心 同时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世界 就跟我们小军副教授再次结一份好员了 您知道我们管心灵世界为什么 他一来其实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跟我们读书就没有断过 只有一两次一次在飞机 一次在因为什么事情 他都是回看 连回看都还是写回馈 那同时间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一个手机可以这样子 其实他是两部机器 一部是用看的 一部是用书写的 才有办法 可是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横词 看到了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管心灵世界 能够在同学会如果您2月5号是在台湾 一定要来 也是我们的同学 同时或者是周年庆的一个时间 云南大理的杨盈说 感恩林小军副教授 带来一场名符其实的心灵饗宴 一下子使人眼中有光 心中更有梦 天空学院早向晚 是AI时代学习必有之路 作为实际志愿者 除了身体力行 实证法华 持续学习提升自我 也是很必须的 那高雄的语主说 科技来自于人性 但科技无法取代人性 人文素养是我们无法被取代的优势 于是聚静也保持正能量 让时代流转 美善也传承 当然除了人文素养的课程 我们其实有更多更多的一个课程 各类化 所以请上慈祭天空学院 当然周周三要上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 也希望大家能按赞转分享 把我们今天的读书会的好分享转传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用掌声来跟小军副教授 谢谢您 再见 谢谢 好的好的 那我们回到高雄主场这里 我们真的非常感佩高雄主场的家人 即便今天我们的讲师都没有到了现场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前来 这就是对的态度 好的 我们看简报 我们非常的感恩 就是我们这一边的法品